如果直译的话每个次译出来你试一下 规 用 我跟你说这个规的本意是原规 今天我们用原规就叫规 不以规矩不能称发言 规是原规矩是指的方齿折齿 所以呢做木匠呢 一定有原规和折齿 才能做圆的和方的东西 成功的母亲梦见神灵 用原规把她 接着说把她怎么了 你的动词没出来 把她用原规把她 动词还没出来呢 用原规把她的臀部涂黑 涂黑 好请坐 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个规的问题 这个规呢名词原规 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个句子 你看的时候这里边 神 梦 梦当然是梦的时候 后头这个事情了 梦是动词了 梦后头这个词译说 神归七屯以黑 这是她的一个 这是一个句子是吧 神归七屯以黑 梦的是这个 做了梦 梦见的神归七屯以黑 这个 那么这个神归七屯以黑 这里边谁是动词 规 规本来是名词 这个地方呢是动词 那么就是说 规本来是指的原规画原 叫人画了一个圆圈 画一个圈叫龟 画一个圈就龟 用什么画的 用黑 就是用黑的东西 或者是给他涂了一个黑圈 画了一个黑圈 这个龟就是画了一个圆圈 叫龟 所以呢梦见神呢 在他的臀部呢 画了一个黑的圈 并且这个神还说话了 说实有禁果 让这个有 有黑圈的这个人呢 拥有禁果 所以呢 他生下来以后 一看真的就有这么一个黑圈 所以给他叫黑豚 因为神说了 这个人将来也有禁果 所以 这是这个 禁成功 龟七屯以黑 那么这句之意 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 把这个龟 零词翻译成动词 这是第一个 第二把那个以黑呢 也可以放在前头 做成状语 好了 这个就整个这一课讲完了 那么这一课里面 我们遇到了好几次 我在讲的时候呢 在讲这个词译的时候呢 除了以前我们用到的 从自行上 作为一个依据 这是从行入手 再就是说 从阴上打破假戒以外呢 还有 对于这样的历史书来说 我们经常会用其他的 不同的历史书相互参照 比如说这个 禁灵宫 说宫幻之 那这个幻 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其他历史书里 可以看到说 它是极恨的意思 是厌恶的意思 所以在不同的书中 相互去参照 这也是一种方法 帮你去最终确定 和落实这个词译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用到 这个古人的注释 比如这个 宣子时赵川 逆公子黑藤 于周而立之 这是杜瑜的注 包括这个地方说 赵顿古之梁大夫 也为法说 谢越境难免 那么什么叫越境难免呢 越境难免什么意思呢 按照历史上 它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杜瑜有一个注释 杜瑜说 越境的君臣执意诀 可以不讨贼 这是杜瑜的注释 两处都用了杜瑜的注释 那么我们在读 左传这个文献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这些东西 很主要的 有这么两种 一个是现代人的注释 一个是古代人的注释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你可以读春秋走传注释 是杨伯俊的 这是做的比较好的 这是现代人的注释 但它只有注 没有翻译 只有注释 单个词的 或者是说你不明白的 有个注释的 它还没有翻译 春秋走传正义 这是古人的注释 这是现代最权威的一个 最通行的古人的注本 近代杜瑜的注 近代杜瑜的注 近代的人做的注释 唐代孔英达做的 再进一步的解释 像他们讲过 就是说 先是汉代和魏晋的这些人 做了注释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 对 既看不懂原文 连注释也看不懂了 所以唐代人 再做一度注释 既解释原文 又解释注释 这种它叫书 春秋走传正义 所以有 度于的注和 空虚达的书 对出业者来说 你可以看春秋走传注 还有 不断地会有人 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古汉语的翻译 觉得是难点 有时候可能 你大概这个意思是懂的 可是落到字上的时候 觉得 好像总是出错 或者是说 总是拿不到分 那么怎么办 我想呢 你可以拿一个 比较适合大家 成都的一个 先情的散文 先情的一个文章 比如说孟子 或者左传 先选一个本子 你选孟子也好 左传也好 他们的成都呢 语言的成都 是适中的 不是非常的艰深 同时呢 这些里边 都有一定的故事性 或者他的文章的 连贯性比较强 那么前后的语境 比较充足 也便于你去读 你读了以后 自己先翻译 翻译完了以后 你要找一个 现代人的翻译的本子 比较好的本子 你和他对照 你看看 他怎么翻译的 你和他差距在哪里 词语上的差距 和语续上的差距 这样你不断在 教证的过程中 你可以做得比较好 这一刻的语言点 主要是字上的问题 我们这个叫分化字 分化字就是指的 在古代的时候 在早期的时候 一个词的意思 用A这个字 到后来呢 用B这个字去记录它 就是说 从台上谈言 而关起B玩意 这个B 早期写躲避的时候 是写的这个B 到后来写躲避的时候 写哪个 加了一个走织 这就是叫分化 也就是说 现在黑板上的 这个PPT的这个P呢 它当法令讲 也当躲避讲 有两个意思 有两个意思 那么当你看到 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就会停下来去考虑 它是法令 还是躲避 所以你的阅译速度 就会放下来 那为了让它明确 你一看到以后 马上如果是一个字 就是一个意思的话 你的阅译速度就会快 表印呢 也一定就会更明确 所以他就把P的 这两个意思 一个是法令 一个是躲避 给它分开 法令呢 还是用这个P 躲避呢 加了一个阻值 就去分化 用一个字去分担 它的一部分意思 载幅而行犯不熟 早期的时候 写生熟的熟 就写这个熟 而这个熟呢 还有第二个意思 就是当一文代词奖 那么后来呢 为了让这两个意思 能够分开 所以一文代词奖子呢 就写黑板上这个熟 而生熟的熟呢 写成 写成哪个 下面加了一个字点 四点呢 是从火变来的 加了一个火 所以这就是分化 做成一个 加火的字 把这个生熟的熟 这个意思分出去 亲王前门P 这个P 我们说本义是法令 在这句话当中 是当开P 开开讲 请门开了打开了 那么这个 开P的P呢 到后代的时候 加了一个门 这个义符 加了门这个义符 现在汉字当中 又把这个门去掉了 因为写的太复杂了 而且主要的是说呢 P当法令讲 在现在汉字中 基本上不用了 所以呢 用P去当开P讲 这个不会和他的法令 这个意思产生混淆 现在田一守山 田 田地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打猎 那么再后来呢 就把打猎这个意思 加一个反文 这是一个动作 专门一个田 加一个反文 表示打猎 四支舍弃半 这个四支 原来写成这个十 现在写成哪个 饲养的四 舍弃半的舍 原来写成这个防舍的舍 就是假戒防舍的舍 因为舍 舍舍 舍弃 舍弃 舍弃好像没有一个字 我们就用防舍的舍 那么后来呢 把这个舍弃 专门到了一个字 加了一个提手 这个也是 到现在汉字中 又把这个提手去掉 这个舍弃和防舍 又合在一起了 这也就是说 有的字呢 在人们造字的意图上 是想 一个意思对应 一个字是最好的 但是 你这样会造出 很多的字来以后 对大家的记忆 又是一种负担 所以质量又不能太大 所以后来 有的又规定回去 王武岳镜 这个镜 现在写成 加一个土的 这个边镜的镜 这个就是文化字的 这一颗遇到的 反不讨贼的反 反回 我们将来还会遇到很多的 说母母反 母母人反 都是指的反回 不是他的道反 所以经常会有这个 你一定 这个反呢 都是指的反回 再一次古今词异的 这种差异 出华二字 翻译呢 你要翻译出 他的古代的这个词异了 见灵者 恶 问其 病 这个都是古今不一样的 那么处呢 古代的重 今天的轻 它的程度 这个动词 在做的程度 那么见灵者恶呢 古代是指的 非常恶 到了快死 今天呢 所有的都叫恶 你不管程度轻重 问其病也是 病原来指的是很重的 今天呢 是指的一般的 和重的都可以 好了 这是这一课的 这个的文学 和你要求掌握的 这个语言的诚实 那么下一次呢 我会讲汉字的通乱 从第一章的第二节 开始讲起 好 今天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